世新大学112学年度毕业典礼6月1号、2号在世新讲堂隆重举办 分为新闻传播学院、人文社会学院、法律学院及管理学院以及博硕士班5个场次 共2000多位毕业生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士担任嘉宾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时表示 遵循梦想是毕业典礼上的标准说法 但事实上毕业生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梦想 而要先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好每一步工作 Follow your dreams 这个好像是一个所有毕业节理最标准的说法 可是Follow your dreams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涯开始节理 它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们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告诉你们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第二个呢 你们很可能会因为你们的梦想 而变成眼高手低 做不了好的事情 这个观念呢 如果你去看现在台湾最热门的人物是谁 是NVIDIA的黄润勋 他在身份的演讲里面好几次讲到类似的观念 让你Follow 而不出了几句 要去接受拥抱所有最困难的责任跟任务 因为这个会建立你的责任感 会建立你的执行性 和同学们 你们今天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和投资你们自己 你们今天有什么最大的很轻 就是你们年轻 我可以给你们导致 你们好好过一个时期 现在开始 用富富的态度去做 15年以后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 一辈子没有想到的梦想 怕奇迹的发生了 现场郭冠群董事长 还以有奖征达的方式 送给毕业生们牛排大餐 与三万元的毕业贺礼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除了邀请郭董事长担任毕业嘉宾 也计划聘请郭董事长 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这五年我看到中央学院 也是郭仲才所代理事项的这个集团 善待我们的社会 善待我们的媒体 所以今天我们在传播学院的这一个演讲里面 也帮我们看看他的想法 那么更重要的地方 我们跟各位宣布一件事情 因为是经过郭总裁的同意 本校将在今年的九月 邀请郭总裁作为文汉等下的客座教授 希望借由郭总裁的这些过去的经历背景 以及他在社会的影响里 能够带给我们舱口学研拱又类学研向 都能夠做到不獨的教會 畢業典禮上還頒獎給成績優秀 以及在校外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並由所屬學院院長和學生代表致辭 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阮民俗 勉勵畢業生以媒體人的精神 為社會創造正面積極的影響 畢業生們也懷著感恩的心情 感謝師長的教會 並一一不捨與同學們的相處時光 首先要先謝謝我的爸媽 還有謝謝這四年陪伴我們的好兄弟們 就希望可以本科系吧 就是往廣告代理上走 然後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好結果 大學玩得很開心 尤其是大一大二 然後有一點不想畢業 因為還不想就業 謝謝老師 這四年對我們的教導 我是四星女男畢業生白淇薇 然後我是公廣系的 四年來雖然在場邊陪伴學妹 但是就是我都可以知道 他們在場上是很辛苦的 然後教練團也是非常辛苦 然後但是也很感動 四年來都是拿到冠軍 然後也完美地落幕這樣子 現場畢業生家長與親友們 也前來見證這場充滿溫心與感動的畢業典禮 並期許畢業生們離開校園後 都能展翅高飛 迎向卓越成就與美好未來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到